追溯临世的历史 要回到大约三千多年前商朝时代 笔干是当时的一代宗成 也是皇帝的叔叔 皇朝的国师 他一生宗君爱国 倡导以民为本 言论公正追求真理 因为商朝腐败 民不聊生 笔干直见而取义成人 那时正非夫人成事 怀孕逃亡 商朝王常生于长陵石洞中 生南 明坚 自 常恩 商朝被诸武王推翻之后 武王以其居长陵而赐他姓陵 叫陵坚公 这就是陵氏第一代师祖 到了晋朝 中国南部动乱 晋元帝派陵路公为赐使 而平定动乱有功 而封为晋安郡王 陵路公墓在福建惠安 为敏陵发祥地 他们的后代 来到福建大田县紫西 后来也搬到永春府顶 约700多年前搬迁到安息新春 灵因贤宫就是他们在安息新春的第一代祖先 灵活就是在114年前 从安息新春来到马来亚 灵活托付给子孙的责任 灵活托付给子孙的责任 他们几个兄弟合力地去实践 他们曾合资建了15.3公里的公路 桥梁 修复祖父和父亲的使命 不遗余力 灵活第五个儿子 灵牧来 深受童年大自然生活的影响 用心经营自己喜爱的有机农场度假春 这样我会做这个农场 是因为我很喜欢接线甜脸的我 那可能跟我们兄弟可能不太一样 可能他们是比较劳动吧 做到怕了吧 我们比较小 顽皮没有什么特别的负担 晚上的时候 我父亲还会练他的谣歌 不见话 热公公 秋宰龙这种 我父亲是非常忠致 而且心肠非常好的人 我母亲是非常非常勤劳的 典型的一个我们中国的姑娘 在大战以后 饿死很多人没有粮食 让我父亲看到他们就很好心 就收留了来做长工给饭吃 救了很多人 我记得我在七八十的时候 那我看到很多印度人 甚至贵族 像我父亲 这样叫他们的孩子来 这个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以前救过他的 很多很多 很感动 小孩子也觉得 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崇拜我父亲 虽然不懂今天的语言 每当见到身边有人遇到极难时 灵活都会有侧隐之心 不管是华人 印度人或马来人 都会伸出援手 曾经帮助过许多生命 孩子们心中非常敬仰爸爸 除了把这种美德放在心中 也效法爸爸和祖父灵活一样 以各种行动 慷慨地贡献社会 这我结婚的那是1919年 那时候才20岁 现在我结婚金钻了 金钻了 已经没有50周年了 叫爸爸妈妈 姐姐 这是我来的 我为钱 可能我的心 心底 很喜欢帮人家 在老人家 我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在做生意 我现在是帮我儿子 匹发那些肉类 在老人家来到 来没见到什么事 我都是送点东西给他吃的 我想到送给他吃的 我感到好像 我爸妈在世界上那样 到现在 我想我感恩我爸妈 我妈 是我妈 我爸在这里的时候 我真是很认识 我很认识 因为我身后两个 我挨到春天里 找到钱 我要好好地补贷 但是没有机会 再说 我妈在家里 她的生活都很认识 子女都很认识 我很安乐 我很安乐 我看我的家 我是很认识 林亚兰对父母感觉亏欠 觉得已经没有机会孝敬父母 这也许就是儿女思念父母的心境 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他们夫妻同心 努力打拼 父母遗传的善心 也自然流露在生活中 同时不忘父母的教诲 关爱身边的人 乐于帮助老人家 这其实就是对父母 最大的孝敬了 我们的担口是很多一些 一个担口是卖鱼的 那个担口是卖菜的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担口很大的 就是卖牛肉 卖羊肉 还有卖鸡蛋 那个是我妹妹在负责 那时我跟我哥哥他们去 我就负责卖菜 我感觉我母亲真是真是很厉害 他会教我们是怎样做生意 甚至我们姐妹每个都很勤力 谁都会做生意 真的有时想到母亲啊 我那种感觉出来的 因为我怀念我妈妈 真的我怀念我妈妈 有时在车上啊 开始放母亲你在后 我真的在车上我会哭的 这个是我的感触 因为我妈妈很疼我 我老师娘 因为我比较接触他 我那个 那些小的全部有给他 外婆他们 尤其我儿子 从有外公他们很疼 那每次去那边 因为靠近嘛 每次去找他 所以我们跟母亲比较接触 父亲的印象里面 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敢打架的 他谁不听话都好啊 不管你自己不听话 他如果真的不听话就是打的 在他们的印象中 父母亲没有纵男亲女的观念 也不允许他们之间打架起争执 家里满有和气 爱和包容 看来是灵火及王狱 一早把这种价值观放了进去 父亲的他也教导我几个语文 到现在我这样老了 我也记得 好像是十二生小 一次里 无三号 四头五年 拉抓七倍 不应有高高 十倍 十一度的懒照 还有那个印度语 他也是教导我 他就是 文字 年语 我诺 哪诺 阿诺 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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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弄弄补品 有时烟锅 有时动种籌 有时弄给我爸爸吃 我心里想 我妈妈真的很爱我爸爸 保护她生 很爱她 因为她对她很有信 对一个丈夫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 我要选我爸爸 我妈妈这样 我妈妈这样 他们也是要爱我全身 他贡献 因为她有这样的付出 来为家庭 我背后的女人 也是要有个爱心 她都是付出多了 也都太几个人 做生意的压力 男人都要做压力 后来女人背后 都爱吃得多点 胆多点也别吃 那么我们大家都互相配合 然后会生态平衡 大家都会喊了好运的路 林火很爱她的妻子王玉 他们也互相尊重 彼此相爱 王玉对丈夫的细心照顾 孩子们都看在眼里 长大后也实行在 自己的家庭里 成为婚姻重要的基础 林火最小的儿子林木顺 在几年前因为病痛 而离开了他们 我老公过来生 我的大伯和我大姑 他们兄弟姊妹 什么都有帮助我 帮助我 帮助我 我感激他们 又出钱又照顾我们 帮助我们 还有那些侄子侄女 我多谢他们 这条路很容易走下去的 我慢慢教你 怎么走下去 你不用怕 有阿姐这么多在这里 要保护你 我不用怕 当家族成员发生不幸的事故 林家大小会一起出动 给予协助 包括资助学费的需要 秀娟在彷徨的时候 家人给予及时的帮助及安慰 我家宝是很好的谈谈的 有时候我看大戏 是普通的看福建大戏 以前就很流行的 经常跟他们买菜 出去吃东西 他们都会有点料给我吃 对我们两宫婆也很好 因为我可能是拉儿子拉媳妇 当我好像孙女 你什么孩子不好 牙脑都会拉自己手 说大家做好朋友 不能吵架 灵活家人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互相扶持 尊重 而且团结一致 她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 从一个人到五百多人 凭着一颗坚毅的心 抱着坚定的理想 在家族里流露着灵活 所传承的坚持与精神 原来成功的逆诀 包括了持守道德原则 着重教育 对家庭观念纵视 尊重婚姻 更时常维系家人关系 而且慎重尊严 寻根论组成为贡献者 更不忘回归社会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接触了灵活的家族后 也好像上了人生重要的一堂课 这个家族的故事 就好像马来西亚华人 在这片土地 扎根的奋斗时 口传新兽 代代相传 成为后代的生活指南 而他们的故事 还会不断延续下去 北京的本《 UK》 北京的皇帝 北京的皇帝 北京的反眠